诶 何大哥 有个事我想不明白 既然大家都想早日出头 那今天我们抓了那么多俘虏 干嘛都交给张天雷那小子 让他回去签工 越是小人哪 咱们越不能得罪 像这样的人啊 无非贪图的是小恩小惠 咱们送给他一份大礼 到时候 一定会有对我们另眼相看 我看那小子 就不是一个知人图报的人 那起码 咱们以后出战的机会就多了呀 以张天雷的性格为了邀功 他一定会拦很多的任务 可是 你觉得这些任务 派到他们那帮俘货手里能完成吗 还是得落到咱们的头上 有道理 真没想到二少爷居然去参加了同盟军 难得 实属难得呀 为了这事啊 家里真是头疼啊 你说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 去干些打打杀杀的事 真是拿他没办法 话不能这么说 大少爷 正所谓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嘛 像二少爷这种富家公子 能舍弃如此安逸的生活 投身抗日轰流 这种精神实在是令人敬佩 康先生这是在夸他 当然有啊 同盟军自成立至今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就已经收复了三座县城 这可是自日军侵华以来 我方主动性进攻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呀 现如今 全国各处都在热恋响应支持同盟军 连那街上的大小报纸 都在报道同盟军胜利的消息 康某虽是一介商人 却也常怀有一颗爱国的心 时不想来 康某此次北上 正是为同盟军筹款而来 现已筹集到五千大洋 正准备给同盟军送去 康先生也要参加同盟军 正是 康某不才 康某至此国难当头 也只能尽这么一点绵薄之力了 此次来找大少爷 其实也是希望辅上 能够辽表寸心 支持一下同盟军的抗战活动 当然了 这种事也不能勉强 二少爷能够亲自参加同盟军 就已经是对同盟军最大的支持了 康某先生说的有道理 康某先生说的有道理 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 这样 这个事 我就不跟我爹商量了 我自己拿出两千大洋 帮助同盟军 购买单药 衣服之类 您看如何 好 大少爷出手果然大方 康某在此就先替同盟军将士 感谢大少爷了 康先生 有一件事 我得拜托你 尽管说 到同盟军之后 关照下我弟弟 如果他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帮忙把他带回来 一定一定 那这次就多谢大少爷了 康先生 我还准备点生活用品 麻烦你带个东西 这些东西带了也用不上 军营里提供吃住 也不让带太多私人物品过去 还是带着吧 万一需要的 你 大少爷 楼下那个姑娘 好像认识你 蓝星姑娘 别动 他身边那两个人是丁烧的 不要亲动他们 蓝星姑娘差点跟我弟弟成亲了 因为我弟弟对对日本人 所以他才受到牵连 我明白了 看样子这个姑娘是想从那两个丁烧的人手里逃出来 你说吧 帮开口 当然得帮 好 那就照我说的办 你暗示他跟你走 剩下的事 交给我 走吧 把声开口 Ф蓝号 回来 小屿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的祸呢 你这事免赢了 怎么可能 说好了三年发货 我这都等了五天了 起来 让开 五天了 四 站住 军队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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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星姑娘 戴少爷 快走 谢谢 走 两个人 两个人都看不住一个南星哥哥 黑能先生心怒 当时我们确实被一个人纠缠住了 可是他说 跟我们要什么货物 那个人 一定是跟南星哥哥传等好的 你们现在马上去接上找 找不到 就不用回来了 是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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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香的蔬菜 慢走 南星姑娘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准备去哪儿 康先生 请问 您是一个人去查哈尔省吗 不 还有一些人 他们大部分 都是爱国学生 要去支援同盟军抗战行动的 那我想请康先生把我也带上吧 南星姑娘 那可这战场不是开玩笑的 你要是不愿意回樱花社的话 你住我家里 虽然你和东明未能澄清 但是我可以劝说我爹 说你为义名 这样的话 你出去进来比较方便 谢谢大少爷 我只是 想去找东明 你找他 他都已经参军了 我知道 他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封信 信上都说了 那他还说什么了 他劝说我 让我找个好人家赶紧嫁了 还说了好多对不起我的话 他还说 以后到了战场上 不知道哪一天 就会牺牲 你这小子 这小子 整天胡说八道 真在生生死死的 如果南星姑娘真的决定要去同明地 我可以戴上吗 太好了 谢谢康先生 南星姑娘 你怎么和我弟弟一个脾气啊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就是想看看他 穿军装的样子 好 我们今晚把人汇集一下 明天一早就懂事 好 好 有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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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仗打了痛快 现在咱们仨越来越有默契 号称铁三角啊 只要咱们仨在一块 我认为什么仗都能赢 别高兴得太早 以前都是小打小闹 而且大部分都是伪军 这恶仗还在后头呢 何兄弟说得对 咱们呀得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话说回来 这同盟军啊 也不全是混饭吃的 照这个速度 说不东北 用不了多少天了 大哥 走 大哥 咱们和丘子负了伤 快不行了 在这儿 在那边 走 丘子 兄弟们 让一让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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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子 丘子 你们俩给我探娘的挺住 鸽子 赶紧带他们去我姐那儿 是 走 走 快 别动了 大哥 不满 不满大哥 我本来 还想混个连长当的 现在 现在看来 没这个机会了 别说了 别说了 大哥 你以后 和兄弟们 要 要 多保 仇 仇 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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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沈连长和何兄弟告诉我 不要和别人抢功了 不要和别人抢功了 我现在是明白了 因为他们是一个人来的 他们没有那么多兄弟 所以他们不需要对谁负责 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有你们 我必须要对你们负责 丘子说的没有错 如果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军长 或者师长 那你们至少也会是个营长 也就不可能这么白白牺牲 这条街是老子的人打下来的 所以这条街上的所有商部 都得我们接手 你想抢功是吧 孝子 谁那么抢功 这条子什么都不会 就会抢功 这还不是你们惯的 你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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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东梁 沈家梁 你姓汪的 老子男人这么欺负你 你就看着 去 我看他不去 他娘呢 他又揍你 你敢打老子 这就不去 是 市长 倒坏了你们是吧 怎么回事 你就是市长 来了正好 这臭小子打仗时候找不着人 打完了四处抢功 这不是欠揍吗 你这个吃里看外的东西 我是你连长 赶紧一点钱 都别说 何东铭 师长 真的是你啊 我也没想到 原来董大哥就是师长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早就清楚了 在咱们童童军里面 有一支特别勇猛的连队 打仗很友谊的 战功赫赫呀 很了不起呀 没想到 就是你们三位呀 客气 客气 你就是他们连长 是 行了 我看你这个连长 也是在其位不谋其职 从现在期 将你为排长 连长就由 你叫什么 报告师长 沈家良 好 就由你来担任这个连长 凭什么呀 你又不是我的上级 你管不着我 这场战斗由我指挥 凡是参加此次战斗的同盟军将士 都算是我的部下 你要是不服 找你的长官来跟我说 谢谢师长 谢谢师长 行了 我先走了 葡萄铭 有时间 过来找我 是 来 师长慢走啊 你们三个 是不是以为找了个师长当靠山 我就怕你们三个了 我告诉你们 他的命令我不执行 我还是你们的连长 连长 别动了 别敢动 谁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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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怕什么 他是连长 他 他 他是 遣遣 张连长 我希望你以后 能以一个军人的职业操守 来要求自己 加入同盟军 是为了赶走日寇 收复国土 如果你要是为了 一起私利的话 那还不如离开军队 是 沈连长 小偷受教了 你走吧 走 那这么说这个师长 就是你以前救过的那个人 我也没想到 会在这儿碰到他 总有一天 我也要坐上他的位置 我信 行 汪师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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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东明 我真的是想不明白 昨天你为什么 要把连长这个职务让给我 你可以 汪兄弟也可以啊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 你都是这个连长的不二人选 我也想推汪兄弟 毕竟人都是他带来的 可是 我一想啊 这能力还是不如你啊 我就希望他不要协议 我跟你说 这话你可千万别乱说 沈大哥 沈大哥 刘沈大 汪兄弟 坐坐坐坐 沈大哥又变成沈连长 恭喜恭喜啊 哥几个还说要跟你好好庆贺一下呢 别别别 一个连长而已 没有什么好庆贺的 等什么时候汪兄弟当上了将军和司令 咱们再一起庆贺 快了快了 沈大哥 沈大哥 姐 你们都在呢 你好 我来看看你们 听说 你们三个现在带同盟军名气挺大呀 那倒是 你也不知道吧 这沈大哥又变成沈连长了 那恭喜沈大哥 没什么好恭喜的 汪姑娘 快坐 来来来 坐 你受伤了 没没没 就是一个擦伤而已 你让我看看 擦伤 坐下来 让我看看 我不是 我那儿有一瓶好酒 咱们没喝酒去吧 前菜 来来来 坐 先菜 别别别 别 你们俩还 你别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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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处理一下啊 汪姑娘 在部队的生活 你还习惯吗 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的 又不让我们女兵上战场 天天就是救伤员 碰见那脾气不好的呀 我们救了她一命 你反倒还要骂我们 要不是因为你们在这儿 我早就走了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对了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了 我偷着跑出来的 好了 回头再给你上点药 你自己也注意一点儿 别发炎了 别发炎了 哥们 抬起来 这种人就是欠揍 你看 现在多老师 大哥 大哥 上去吧 大哥 刚才见大姐进屋去了 怎么你们也不说说话 就都出来了 大姐在给沈连长智商呢 不太方便 这大姐呢 以前张口闭口 就是我们这些兄弟们 现在可倒好 自从有了沈连长 大姐就跟她一个人的 别胡说八道 我找何东铭 何牌长 我就是 我是董事长的警卫员 市长让我请您过去一趟 说是找您有点事 好 我也去 市长只让我请何牌长一个人 他是我兄弟 我们一个连的 一块去吧 我也是按照命令行事 请何牌长不要为难我 那行吧 我去看看什么事情 我们马上回来 行 走 老师坐 号班长到了 快警察进来 市长 东铭啊 没想到 你真来参军了 问你 什么时候来的 为什么不先来找我 市长 光顾着打仗呢 也没时间来找你 还是那脾气一点没变啊 如今你们的名气 在同盟军里面 已经不小了呀 我知道 你是想用自己的本事 打出点成绩来 这个很好 我支持你 谢谢市长 你看他是谁 这 康先生 您怎么会 何东铭啊 何东铭 你上回可真是让我好等了 真对不起 靠先生 说实在的 你没有来南京找我 我还以为你放弃了 从军救国的打算 想必这位富家公子 那也只是徒一时口快说说罢了 没想到 你居然自己跑到这参军了 好 不去军校也好 战场就是最好的军校 看来 我还真是有点小看 靠先生 您过奖了 不过 您怎么会在这儿呢 我和老康可是老战友了 好怪不得 冬敏 今天叫你来 我们是想跟你聊聊 你自己的事情 我 你说你自己一个人 跑到这参军 把你那没过门的媳妇 丢在家里 还要面对日本人的百般刁难 你这是不是太不应该了 您去过我家 路过北平的时候 我去府上拜访过你哥哥 顺道还厚着脸皮 逼他捐了两千大洋支持抗战 这还用逼吗 应该让他主动掏出来才对嘛 您见过蓝芯没有 她怎么样 见到了 她想你 都快想出病来了 我给她写过信 我告诉她 我参军打仗去了 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怎么样 我劝她 早点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免得拖累她 放心吧 时间一长 她一定会把我忘了的 人家可不是这么想的 她是认准了 这辈子就跟店里 而现在打仗呢 我也没工夫想这些 等打完仗了 如果我还没死 她也没嫁 我到时候一定把她娶了 这还像回事 你有这样的话 那我今天就让你见见她 什么 坎西 你 你怎么来了 是康先生带我来的 过来的还有几名同学 好了 你们有什么话 待会儿慢慢说 来 咱们先谈谈正事 好 好 好 我 怎么着 董事长把何兄弟叫过去没叫你 你就不高兴了 瞧你那点出息 我是因为这个不高兴吗 那你是因为什么呀 我觉得他有事瞒着我们不爽快 来之前他可是跟我保证的 如果他们俩能够走关系 必须得顾着我那些兄弟 现在连带我去见董事长的话都没有 我能不生气吗 现在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你先别瞎猜行不行 先去董事长找何兄弟就是拉拉家常 毕竟何兄弟对董事长有救命之恩 那凭什么不让我去呢 我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眼的 这可不像你的做事风格 就算董事长要照顾他 那也是人交情在那 你对董事长做过什么呀 那我说姐 我可是替我的兄弟着想 一路上我就不愿意来 是你们一路上让我劝我 把我劝过来的 陈大哥你给评评理 来之前我跟我的兄弟说了 一个月时间一定让他们出人头地 这一个月早过了 还只是个小兵 我说大哥说话不跟放屁似的 消气消气 你先坐坐 我觉得呀 何兄弟不像是那种贪功不讲交情的人 如果他真的是那种只为自己考虑的人 咱们一定找他算账 但如果他不是 那岂不是冤枉的人 你说呢 也有道理 那我再等等 眼下咱们同盟军的成分很复杂 大部分都是国军救过的 他们始终抱着各自为政的态度 导致咱们同盟军很难真正的团结一致 是同仇敌开 再加上老贾又派入了大量特务 打入我们内部 挑拨离间收买拉拢 其目的就是要分化瓦解同盟军 所以呢 组组织上这次派我来这里 就是要协助老同盟 还有我们党内统治 争取同盟军里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坚定大家抗战的决心 不搞派系斗争 一致对外 让咱们同盟军可以坚持打下去 老康说得很对 同盟军打到现在 虽然战果累累 但是后备力量不足 抗日信念不坚决的问题 也越来越明显 再加上老蒋派人大肆搞分裂 封锁战区物资运输道路 我们接下来的抗战活动 恐怕会越来越艰难 跟老弟你我也就不用客气了 此次把你找来 就是希望你能领着自己的人 转头到我们这边 把你的才感和能力 用在真正的抗日事业上 而不是和他们进行窝里斗 本来我也没想过 要和他们争名夺利 我是一个爽快人 喜欢有话直说 其实那次在大老里 和你谈过之后 我就想把你发展成为 我们组织中的一分子 只是没有机会过多接触 如今咱们在这战场上 又见面了 不得不收拾缘分呢 我们在观察你 同时你也可以对我们 进行观察和了解 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够成为同一个账号里 并肩作战的兄弟 没错 虽然同盟军并不排斥我们共产党人 可老蒋是绝不会放过我们的 据我所知 老蒋派来的特务 就专门对我们共产党人实施暗杀的秘密分子 所以呢 安全期间 今后咱们谈话的一切那个 都要严格保留 明白吗 是 那千万别 好了 董事长 找你都说了些什么呀 没事 就是叙叙旧 叙叙旧 叙叙旧 叙这么长时间 黄兄弟 怎么样 看见了吧 何兄弟 没什么事 汪兄弟是嫌弃你啊 跟师长叙旧叙太久了 没陪兄弟们聊天 行 我跟你明说了吧 兄弟们别藏着掖着啊 我本来以为 董事长找你 还是有别的事情和你说的 还真有别的事 什么事 你们猜 谁来了 谁啊 谁啊 我那没过门的媳妇 蓝鑫姑娘啊 您不记得了 喂 她怎么来了 她跟北平的志愿者 一块儿来的 好事啊这是 你把她叫过来 咱们大家一起见一见 对啊 在后进步呢 刚刚报到 等有机会 让你们俩见见 对啊 原来是这个事啊 还以为董事长 要提拔你呢 董事长要提拔我 你不高兴啊 还是兄弟们你 我是这种人嘛 但是话得说前头 不管你们谁 被提拔 必须先想到我那帮弟兄 来了同盟军 死了不少兄弟 要是没有他们给咱们拼命 都是光口四点一个 行 你放心吧 我答应你 如果上头有机会提拔的话 我一定先紧着兄弟们 我也答应你 那还差不 哎呀 一 二 三 连日来的交战 使同盟军中 我们的同志内好极大 张庄一战 迎击以下的指挥人 就死伤十几位 再这样下去 迟早有一天 我们的同志全都会打垮 可眼下 别的派系是指望不上的 现在还在坚持抗战的 就只有咱们第二局 吉将军带领一万多人 咱们识布五千来人 得抓紧培养新的港口才行 我看 何东明 沈家梁 还有那个王兆兰 都是可以考虑的 何东明没有问题 可沈家梁也属于国军救护 还有那个王兆兰 虽然和义勇军结盟了 但还属于山寨头目性质 都需要慎重 我建议 咱们可以先把 何东明提升为三团的一名营长 让他起到一个积极带头的作用 带动沈家梁和王兆兰 向咱们的组织靠劳 我同意 你们就位呢 我也同意 我没意见 我同意 好 张庄一战 我们连公战死了二十五人 伤了三十二人 其中有两名是我们山寨的兄弟 一死一伤 他奶奶这仗打得越来越窝火 死了那么多人 什么都没老找 我告诉你们俩 再这么下去我真要回山寨啊 来 何东明 师座有令 要调调到师部三团二营做营长 让我来请你过去 那他们呢 这个市长没说 只吩咐我来通知你过去 何东明啊 你还说你跟董天使私底下没有交易啊 你敢对师座不敬 滚一边去 那是你们师座 你说清楚 到底什么情况 你们等着 我马上去找市长 问明情况 你等等 王兄弟 东明兄弟能升任营长 咱们应该替他高兴才是 你怎么能这样 你高兴去吧 我早就觉得有问题 打那么多天然仗 死的全是我们的兄弟 身关的全是你们 麻烦你回去告诉市长 说我未有寸功 不敢受此重任 何东明啊 这是军令 那我就违抗军令 你 东明 人家董事长 这是给你面子 你有多大的本事敢违抗军令 这要是在国群 早把你军发充施 你过去 走吧 走吧 王兄弟 作为你的连长 我从来没有拿职务押过你 但是我希望你今天能明白 东明升任营长 那是上风的命令 我们不应该这样 你别忘了 就你这个连长 也是兄弟们拿命换来的 走 报告失作 何派长到了 快请进 何老弟 何老弟 市长 来 参谋长 坐 不敢 东明啊 我知道 这个任命有些仓促 但也是我和老康 根据实际情况 而做的决定啊 这个任命我不能接受 为什么呢 你是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担任这个营长 一来我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二来 打头阵 都是汪排长和他的弟兄们 我们兄弟有约在先 如果上面有什么奖励的话 要先紧着他和他的弟兄们 所以 请社长考虑 东明啊 你这可说的都是孩子话呀 不管什么话 这是我的心里话 何东明 我们这是想培养 你怎么还反倒白起架子来了 东明 不问你 你是不是担心 你当了这个营长以后 你那两位兄弟 会嫉妒你 不好吧 他们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 我们有约在先 所以 我一定要做到 还请市长和参谋长 能够把营长这个职位 交给汪排长 这 这是什么话 这是部队 不是江湖帮派 你不能夹杂太多的江湖一袭在里 市长 房部长 这是我心里最真实的想法 请你们成全 这 那 你看看 你看看 啊 这什么态度这是 算了 依我看哪 不接受任命也好 好 这个何东明 是有点本事 有点见识 可是他身上江湖气太重 意气优势 恐怕难当大人 年轻人 中意其实是好事 在升职面前 能够不忘自己的承诺 首先考虑到自己的兄弟 这说明 他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咱们对年轻人 要用他心吧 行了 老康 别生气了 东明啊 赵兰他年纪小 是不是 你怎么能跟他演战 他俩 在门口干什么 坐吧 来 说吧 你说你 怎么说呢 你呀 就别跟汪兄弟赌气了 他那个人你了解 他就是一根筋 说不定过几天 他自己想通了 他就会跑过来跟你道歉 你放心吧 我没跟他赌气 你看这事闹 就 我还多想了 没赌气就好 你这样 明天啊你赶紧收拾收拾 去营部报道 他那边我去跟他解释 不用了 我跟市长说了 这个任命 我不能接受 不是你 你还说你没跟他赌气 不是 汪兄弟他年纪小 他江湖齐齐重 他不顾大局 你不能跟他一样吧 咱先不管董事长 对你是不是有特别的待遇 单凭人家把你提拔为营长 这就说明你有这个能 并且 只要你在营长这个位置上 可以对抗战做出更大的贡献 你 要说能力 你比我更适合营长这个职位 你少来不 听我说完 咱们连里现在大部分 都是汪兄弟从山上带下来的人 现在仗大了 他也牺牲了好几个兄弟 可是升官却没他的份 那换成你我 咱们心里也不好受啊 其实对我来说 他们当官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兄弟们能够团结起来 一起抗日打鬼子 这才是最要紧的事 你已经跟市长说了 他也同意了 那这事该变不了了 他现在在气头上 过两天 我把他交出来 咱们三个人 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把心里的这个节 聊开了就好 你呀 太可惜了 你知道吗 可惜什么 赢着这头大官 行行行行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等你很久了 坐了坐 王兄弟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遇到一点烦心事 你就喝酒 你要再这样的话 那我可要下命令 全连几酒了 哎呀我不顺心 还不让我喝点酒嘛 真是的 不喝就不喝 我跟你说陈连长 今天我来找你啊 是要跟你汇报一个情况 你说 今天晚上呢 我就要带着我那些兄弟 去端了马家铺那两个鬼子的巨铁 我要让同盟军那些个长官 睁大他们的狗眼好好看看 究竟是谁在打仗 谁在冲锋 当然 你别着急 我不要什么功过奖赏 打完仗 我就走了 带着兄弟们回山寨呢 汪赵兰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是在部队 你得守规矩 我是你的长官 你怎么能私自给弟兄们下台任务命令呢 上家了 少他能让示威压我 长官 我认你你才是连长 我不认你 你狗屁都 你 汪赵兰你知不知道 何东明已经把他的营长给辞了 人家都能这么做 你还只考虑自己吗 他辞了是因为他心虚跟我没关系 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兄弟们早就开了不顺眼了 沈连长 既然你跟何东明是一伙的 我跟你也没什么好聊的 汪赵兰你不站住 汪赵兰你不站住